非常荣幸认识各位 我的名字叫叶子 我姓蔡 蔡叶子 这个名字很好记 我是一个老师 我以前在国内也是个老师 教高中的老师 在这继续教美国孩子中文 因为过去单身一个人带着孩子 又在中年中学教书 所以身体出现了很多毛病 因为严重的超值 所以这几年一直都在和疾病做肚争 来美国南西雅图七年 可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在健康上 所以虽然我找不到全部的时间来这里 我应是争取了两天 我在这之前我就听过萧老师的 这个Nature之后 我就开始跟我老公里面开始实践 在家里实践 那么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 我老公的这个背 那是还没有接触到萧老师的拍打拉筋的时候 只是我看不惯 就老师捶他那个背 拍那个背 然后把他这样子的骨头给拍直了 昨天我还提醒他 我说你还记不记得你这个驼背 然后我还学他这样子 他说OK I'm going to pet you so anyway 这是第一个成效 第二个成效就是 在家里拍打的时候 我老公的腿肿削了很多 他非常高兴 因为对我自己来说 我来这两天的话 就减了肥 那过去不能穿的T恤 今早上我也没穿了 然后就是我的腿也有严重的问题 我的nees 两个nees 我上公共骑车都不能上 有的时候走那个斜坡的时候 这个左腿是直的 现在就是走上下坡 都是弯曲自如 当然就是不只是在这里拍打 我在家里拍打 另外一个就是我懼盼了 我这个背是一块铁板 好多年了 从二十多岁起就这样 那么现在经过拍打的话 我的背感觉懒合了 在这一点我特别要谢谢 这个谭耶 还有这个奥林达 他们两个人真的是 这个跟我拍 就是用很大的功夫跟我拍打 然后让我有所改善 我的睡觉 我那个两年前 我就开始出现了menopause 然后一个晚上要起来六次 所以起来六次 你可想睡什么觉呢 肯定不睡觉 那个白天精神就很差 那现在的话 我晚上有时候起来两次 有时候起来一次 所以我睡觉睡得好多了 因此我的这个肤色 现在都有所改变 我做姑娘的时候 我的脸色都是没有红色的 都是拉黄的 现在我的朋友说 我的脸有红色了 我觉得这个拍打打经 包括这个行铲 包括这个站桩 那个meditation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感谢大家 感谢萧老师 感谢各位老师 谢谢 欢迎订阅我的脸 我叫我Lina 来自夏美宜 之前呢 我觉得我没什么大病的 然后 但是因为我在家里面也拍过 拍过两次都是出了很多 这一次来到这里 还是像以前那样子 出了很多很多的杀毒 而且还肿起来 都是一很大块 很大块的拱起来 我记得 我打电话给Lolan的时候 Lolan还问我有什么病 我说没什么病了 我只是有点不舒服而已 然后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的身体 真是很大的毛病 首先是非常寒体 所以才会一次一次的出 现在都已经是 可以说是第二第三次了 我觉得我还应该再拍下去 还是这样子 应该还有第四第五次 所以我的身体是状况 虽然说没有什么大病 但并不代表着健康 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在里面 只是我不知道 然后每天我都觉得很冷 就说我是住在夏威夷 那么热的地方 我都觉得很冷 非常冷 然后这次来跑步 每天的晨跑 我都觉得非常冷 我穿很多衣服 连跑步我都穿 所有的衣服 我带来的毛衣 什么衣 全部穿上来跑步 特别是第二天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冷 就像霜洞一样 有一层霜 在我的耳朵 好像把我的耳朵给动 动得很痛很痛 非常痛 然后每天这个腹部 每天跑步都是只要一弹跳起来 震动这个身体 它就会痛 但是今天终于不痛了 所以今天终于清醒过来了 我觉得我前两天就是迷迷糊糊的 然后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学会了站桩 而且来气了 而且这两天特别是Lolan给我拍了整个背后 我这个气就是随时随地 我跟人家说的话 他就来了 我跟坐下来 他又来 我站着也来 睡着也来 特别是拍了后背那一天晚上 那个气一个晚上就在那里 出来 出来 我一个晚上的肌肉都没睡好 他就在那里出来 出来 出来 第二天跑步的时候 就迷迷糊糊 那两天 前天和昨天 都是迷迷糊糊的 我都不知道 我自己一点力气都没有 昨天感觉到特别软 没有力气 一点力气都没有 特别饿 我觉得在家里面我也经常断食 但是我断食的时间比较短 三天一两天 就是我一想吃东西 马上就开始进食了 但这一天 这几天呢 就是有个时间也没有像家里面那么方便 想吃就吃 昨天真的是饿得不得了 很饿很想吃东西 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然后到了晚上 终于有一个菜汤吃 这个菜汤 是我最不喜欢吃的 然后吃了也很难受 然后我想吐 很难受 然后我就回房间 我说我要睡觉 但是越睡越饿 越睡越想 越想吃东西 受不了 我说我要起来找点东西吃 我要改变一下 我这个味道 可能那个菜汤的味道 在我 我感觉到很难受 然后然后我终于见到我隔壁的他唯一不会说中文的这一位叫什么名字 我说 蓝莓 蓝莓 我就问他 你有没有吃的 我很难受 非常难受 他说 我有啊 我在外面摘了一点蓝莓 我吃了一个蓝莓 哇 那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 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 那个味道真是美 美极啊 哎哟真爽啊 然后就马上 马上 马上 改变了 刚才那个 那个恶心啊 难受那个状态 然后他还给了我一个snap 然后我 我本来想 我是收的 我不吃 我忍得不吃 但是最后我还是忍不住 我还是把它吃了 一点点一点点 舍不得吃 然后今天终于清醒过来了 然后今天早上 跑步呢 脚步 比前几天 轻松了很多 前几天都是很重 快挪不动了 但是我还是坚持跑完 其他拍打和拉筋方面 因为我在家里面 一直都有做 然后 之前一定下了很大的决心 来到这里 一定要把字拍透 所以在痛这一方面呢 就是那一天 Linda给我拍 那个Lolan给我拍完这个胆筋 和那个背的以后 哇 简直痛到极点 受不了了 然后昨天 我就开始 好像有点骨头舌尾 有点 哎呦好怕哦 有点那种感觉 但是 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昨天把那个手和脚都拍了 其他的 其他的 暂时讲不出来 下一次来再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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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教教Bitroy 我的目的就是 来这里 最重要的目的是减肥 还有另外那些糖尿病 但是减肥就成功了 我减了十二磅